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日 星期三 大家好 我們是在直播的 同時間錄音 先說一些輕鬆話題 因為這節很過癮 上兩節很認真 因為是真真正正的 傾郎雙壽 將我們對於經濟認識告訴你 很多人對經濟氣很大誤解 而且是被那些財經新聞誤導了 他真的騙你的財經新聞 而不是去死 而不是去生路的 財經新聞本身就是大學孫來的 本身就是用來麻醉你的軟性毒品來的 一直都是麻醉你 中國大陸 香港的經濟新聞一直都做了這件事很久了 他們比起文匯大公寫小說更厲害 他們要寫的東西不多 只是寫一下升市 跌市 投資哪些東西 他們不需要有甚麼支持 他們更容易寫 他們的目的就是引導你去錯誤的方向 大戶要升的時候 就告訴你 市場不穩 別去賣 大戶要沽貨的時候 就可以聽到市場不穩 快點接貨 最主要是他們現在服務的都是政治用途 例如 中共俄羅斯 到最後最大的大戶就是這兩個 好 我們 這節要說一個 最近比較靜的一個 小丑 屈永賢 應該叫做圖那個要打格 整天直出他的樣子 人們就不想看 我已經在做圖那個說了很多次 黑人討厭的人要打格 沒錯 例如施永青 屈永賢 全部都要打格 我們說一下屈永賢 格又薄又小 在眼上 記得要做得更好 黑線 屈永賢寫了一個 文章 叫做《何必執著應故鄉湖》 我覺得裏面寫的東西 在攻擊他們的盟友 華記正倫樣 他講的標題跟他講的內容相反 他就是最執著那個 大家當是說笑說的話 他就很執著 為什麼你這麼執著呢 首先要聲討華記 說自己愛國愛港 教人去移民日本 向華記開火 還有 華記已經忘記了你裏面所說的東西 什麼慰安婦 日本導致家破人亡 南京大屠殺 華記去屠殺那裏的跑車 華記還覺得是南京的 那時候他知道是南京 那麼糟糕也有的 然後下面就教人買日本樓 那時候好像有看過一些節目 說日本人去南京 做訪問 研究一下南京有沒有像官方說的那麼嚴重 研究一下還有沒有人很討厭日本人 那個也挺好看的 很多南京人 我說不要緊 他們也不知道 官方也不知道 拼老命宣傳 其實呢 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看到共產黨在北京也會有愧疚的 在北京殺那麼多人 六四大屠殺 你們真的不會去問一下 你有沒有問一下 你知道南京是1937年 大屠殺的嗎 但是1948年 長春圍城 餓死了30萬人 你有沒有問過長春居民杰有什麼感受呢 那個死得更多人 那個是自己人 餓死自己人 那為什麼不說呢 不准說嘛 因為是共產黨做的 共產黨親手殺的中國人 絕對比日本人殺的中國人 多很多很多 我永遠都不說這些了 還有這個文革 大飢荒等等 那些其實是平時回答你兩個字的 那兩個字叫做歷史 但是呢 講南京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原來現在是現實 又要復仇 國仇加恨 其實呢 南京大屠殺之前 我也有 看過很多資料去看 你要看 當時的南京政府 他有南京政府過 然後有幾個偽政權出來了 在汪精衛成立這個偽政府之前 其實也有個過渡政府 而那個過渡政府 也有一班人出來 而當時其實真真正正 你說那個南京大屠殺的數字 其實我也有質疑 現在講到有30萬 我也有越來越多質疑 根本呢 共產黨 你怎麼得出來這個數字 當時共產黨沒有說的 你看回 當時的喉舌新華日報 解放日報 是沒有提過南京大屠殺這回事的 中共的reference 來來去就來自自己的假新聞 到最後 交叉引述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 這個 methodology有問題 根本sauce有問題的時候 你重複引述 反覆引述同一個錯誤的sauce 然後就當成是 在那裏循環 然後就有10篇文說相同的事 然後就說有10個證據 那你說是否通通 當然是不通 這個在科學上是一個很嚴重的謬誤 而且南京大屠殺的最大問題 就是你找回黨史 在1937年之後那段時間 其實是真空了兩三年 他好像到了差不多40年 才有說南京大屠殺 即是在3738年 發生的時候 你當他沒有證據或甚麼都好 或者是不掌握 但是 當時他們對這個南京大屠殺 其實是願意否定的 即是看回中共的文獻 之後呢 因為政治需要了 就要不斷唱大 吹大 看回中共有很多這些假歷史 因為他們 是寫假歷史的高手 我覺得現在日本那些右翼 其實也是可能是中共 當然 最新的那個叫做青春以南的俄羅斯 對一個侵略戰 他開港城 是一個特別軍事行動 要去解放烏克蘭 日本人也是來解放你 所以跟新兵說你不用打仗 因為是特別軍事行動 沒錯 你也不是去侵略 那為甚麼去那裏殺人 要殺人這些軍事行動 烏克蘭做的 然後那些大外孫就來了 又有些YouTuber出來 殺人那些是烏克蘭的背後黑手 那為甚麼要拿到別人家的雪櫃呢 這個解釋不了 是烏克蘭在偶爾送給我的 我也不想要 是不是 那些說得太太太 那些說得太太太 真的是完全離譜了 那我們先把明言拿出來弄 先把明言拿出來弄 先把明言拿出來弄 他說 聽得懂的人也知道 鄉下 指的當然不是中山 台山 潮州 邵慶等等 而是今天香港年輕人 口中的鄉下 很喜歡攻擊香港年輕人 打稻草人 隨便圈著一個字眼 叫香港年輕人 又不去定義啊 我們的藍絲定義很清楚 雖然也是一個很大群的人 所以他很喜歡打稻草人 把日本視為鄉下 不知此於何時 出自誰口 就出自你們藍絲把口 當時你們的圈國傳這個藍絲來吧 不斷的人是去日本旅行 是不是他說的 肯定是跟他有關的 不用說啦 文建聯有幾個人都很喜歡日本的 李衛瓊也穿黃色 張國軍 張國軍 穿了劍道裝 打劍道 最漢奸是你們啊 你們忘記了南京大途殺嗎 比起年輕人去旅遊更加過份 穿了和服 拍照 打卡 你們有沒有去拜定國神社 可能有去的 向東條英機攻攻 多謝你啦 東條先生 共產黨其實是無法侵略的 他們沒有那麼厲害的 他們沒有那麼厲害的 文建聯沒有那麼厲害的 他們沒有那麼厲害的 到處打卡而已 繼續說 把日本視為鄉下出自隧口 大概是日本旅遊節目主持的一支棄業 卻被不斷重複 放大 演繹成一詞 潮越 一種時尚 連近日 日本開放旅遊防疫限制 大部分媒體都用香港人終於可以回鄉來做大貨題 為甚麼 你不去譴責這些傳媒呢 這些傳媒都是藍媒來的 現在有沒有和媒呢 沒有啊 日本開放旅遊 現在還有和媒的嗎 全部被你抓了 所以 現在這篇文章是內鬥 在鬥他們現在手上的那些 在鬥他們現在手上的那些 很多的 早派一直宣揚 日本有旅行團 結果那個旅行團就糟糕了 只是在旁邊 去日本旁邊 去香港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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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 他們那件事有沒有下文 他們那團人有沒有好像 或是香港 就是香港 你叫call,要追救郭泈空肖 尋找的根源 然後主張帶整團人 未能去旅行 不會讓他麻煩過去 那種嚴重性 為甚麼跟這一個國泰空肖 pal congreg 還要帶hinalyризgged 加害日本 其實應該是日本人回來的 因為他檢測那天沒事 他過了兩天才發病 他也喜歡日本 原來是漢奸 他也很愛去日本旅遊 但是對於回鄉下這個詞 始終覺得有點不安好心 因為有個國家好玩 背早忙中 抱著大腿認爹娘 就算去得多密 出生在日本 留學在日本 工作在日本 甚至嫁去日本 頂多是說日本是地兒故鄉 用回鄉下來形容 是對國家的蔑視 是對歷史的侮辱 這頂帽子真的扣得很厲害 所以就多說幾次吧 既然是這樣 如果只說他回鄉下可以蔑視到你 我想是幾百萬人說 過千萬人說 上海也有很多人去日本玩的 每個人都去日本玩的 首先你一定要向華記作出這個 最後的通知 要結束日本所有的業務 好像大陸那些無要求 支持華記的那些人 哪裏有錢就哪裏找的嘛 哪裏有錢哪裏就是故鄉 這個跟共產黨一樣 那裏有錢找那裏就是祖國 對歷史的侮辱 其實溫永賢怎麼夠你對歷史的侮辱呢 什麼是歷史 你到底知道嗎 你自己也好像不太知道歷史 說回一個例子 朋友的姐姐 照顧了維安婦24年 知道她年輕時被日軍人間染上梅毒 從此不能生養 無兒無女 無親無故 幾年前梅毒 復發上腦 出現幻覺 語無倫次 興行醫好療 活到95歲 她的朋友陪貴安婦走完孤獨一生 日本是她永遠的傷痛 你這句有沒有跟華記說呢 現在是跟華記說的 我們聽華記聽不到 所以再放大一次 我媽媽其實有事因為日本人導致家破人亡 走日本仔那年 她一家二十多口從鄉間逃難來香港 媽媽排行十二 是家中的拉女 攀山越嶺 走走朵朵 來到香港 只剩下三姊妹和一個哥哥 其他人有些緣途失散 中途病死 一個大戶人間的千金小姐從此無父無母 只剩幾兄弟姊妹 雙衣為名 所以面對這些活歷史 那句花香一下雙透人心 其實那個是 按照他們今天大外宣的說法 這個叫做日本當年法 對中國大陸展開特別軍事行動 而你剛才所說的故事 的元兇 就是中國的軍隊 幕後黑手 要嫁禍這個日本軍人 沒錯 其實 按照他們現在自己的說法 根據很多歷史的文献記載 大部分中國人走爛 不是被日軍殺死 而是被自己中國人打劫 因為走爛 你通常都會帶盤穿的 帶錢的 所有食物都帶在身上 當時最多人發國難財就是打劫 而在走爛途中 最多的被搶劫的 就是被中國人搶劫 這個是真實的 日本人直接殺死的 其實不多 反而 很多如果沒有走的那些 留在鄉下 日本人來到就不會逃穿的 因為他們也要吃飯 來到逃穿 誰給他們吃飯 所以 很多歷史 是真的被人歪曲有的事 那些甚麼孔日劇 他做到所有日本人 每個人都是瘋的 來到屠城 誰殺了那麼多人 子彈有限 子彈也要留在自長用 他講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令到你家破人亡的 不是日本人 是中國人 我最好笑的人留言 我媽媽其實是阿仕受害者 那些人說他對他媽媽不想 真可惜 他對他媽媽不想 真可惜 這個也是中國人不夠徹底的 當時的中國山賊 應該殺了他媽媽 真可惜 留下他的活口出來抹黑日本人 幸好不是那個 我爺爺三歲那年被日本殺死 九歲 在我爺爺九歲那年就被日本殺死了 所以 他不是他親生的 嚴格來說就是這個意思 鄉下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棄言 只是他那麼介意而已 其實沒有人介意的 我看到 好像只有他一個這樣寫 只有一個這樣說而已 那些藍絲也很輕鬆地說的 其實每個人都去日本旅行 男人都最喜歡去日本 華記 可能他爸爸也是被日本人殺死的 他也不介意不念夠惡 那你為甚麼要這麼執著呢 我覺得他很執著而已 而且你說香港這句 擺明 沒有人是認真說的 當成一個 代表了那件事 的取代品 是一個替代品 你說 跟誰撞穿我的鼻子就像緝空一樣 那些廣東話的用法已經是變成這樣 即是緝空的意思已經是很廣闊的 不是真的說殺人兇手 才是兇手的 誰拿了一罐汽水也會緝空的啦 香港人 你有沒有侮辱歷史 有沒有覺得很羞愧呀 我真的要送他上一課歷史課 那裡有自由 那裡就是祖國 這句話 其實是誰說的 是毛澤東說的 是當時的搞革命要推翻蔣介石的時候說的 所以 我想告訴大家 歷史 你懂得的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